南投宪议会第二十届第二次定期会宪政总咨询 议员陈时惠、林毅如、简俊廷等多位议员建议 敬老爱心卡单趟计程车补助上限调高 以及考量共产的刷卡方式 不要再限制只能一次一人刷卡 对此县长许淑华表示认同 会则由社会及劳动处演绎调整 我们很多乡亲都有这样的需求 也有做到这样的欢迎 希望说我们基本的这个85元能够来上调为100元 是不是能够极大化 内地这些工程我就主要超过我的情形 我们内地勉強都挑战一次 这种型的客运、国道的客运 包括现在从台铁啦 许县长表示 上任之初就朝向规划提高敬老爱心卡单趟补助 经内部讨论之后将提高到100元 预计明年1月可以实施 许县长强调 静老爱心卡当初设计的本意就是要鼓励长辈出门提供搭车的方便性 但考量到县福财政状况会采渐进方式逐年调高补贴金额 另外针对用来扣折抵击健保费或者是补助挂号费等等用途 考虑社会福利补贴应由中央同一办理较为妥当 所以静老爱心卡应该要回归本职 以方便长者出门搭乘公共运输工具为主要的目的 记者曾光佑南投市采访报道